威達台電20號進行三連戰的最優場交手 前一天才以一分之差隱恨吞敗的威達 這場比賽貼了心要搬回來 一局上率先發動攻勢 曾鈺杰先靠著寶宋站上雷包 接著余憲命面對台電先發 尤朝威大棒一揮 直接把球掃向右外野全雷打牆邊 不但互中隊友回本壘 自己也三步並兩步衝上二壘 1比0威達先持得點 並在二局上靠著穆希卡的高飛犧牲打 再下一城 取得2比0的領先優勢 到了三局下換台電反攻 第二棒的林連凱面對威達先發投手班尼 同樣是靠著寶宋站上雷包 接著推進到三壘得分大門以後 就看隊友幫不幫忙了 而這時登場的第四棒林跟偉 也沒有讓球隊失望 看準機會敲出一支中間方向 強勁的滾地球 一口氣穿過內野防線 這是一支帶有打點的安打 台電順利開張追到1比2的一分差 但威達這邊也夠霸氣 接下來第四局和第六局各下一分 再把比數拉開到4比1的安全距離 而且一直到八局打完都沒有讓台電再越雷池一步 眼看他們就要穩穩收下勝利 沒想到戰況到了9局下卻風雲變色 台電一上來就靠著一支安打和兩次保送 在無人出局的情況下攻佔滿壘 這十八野子先用一支左二野高飛犧牲打 幫助球隊追到4比2的兩分差 接下來威達儘管要到第二個出局數 不過後援投手江中成又送出一次保送 讓台電再度取得滿壘機會 而且這一次他們不會再錯過了 靠著林連凱這支中外野安打 一口氣連下2分 4比4雙方戰成平手 比賽回到原點 但不要忘記台電還在進攻了 儘管威達緊急換上黃棕榮救火 但已經爆發的打線怎麼可能壓得住 面對兩出局滿壘的最後機會 林跟偉沒有猶豫 打一到機會就出手 歐巴 Game Over 這是一支再見安打 中場台電就靠著九局下半的四分大局 再度以5比4一分之差 氣走威達 拿下漂亮的逆轉勝 我來體育兇人這麼報道